剛才有個焦點 益生提到一個非常焦點 就是無行為能力 你說是那個大法 我們現在在看很多這個事情 因為是國際間所謂的遺產官司的問題 包括美國大陸 我覺得我們用很多的用語跟用法 是必須要很正確的 無行為能力裡面 你民法第14、15條裡面 提到說你如果心神喪失 或者是精神後弱 或已經疾病意外無法處理自己的事物 那你可以用本人配偶跟最近親屬兩個 或是檢察官申請 這必須要法院公告 不是說我今天講他無行為能力 就是無行為能力 三方講說他無行為能力 郭惟蘭無行為能力 或是說王瑞華或是王瑞獎 那必須要法院正式公告 或是經過提起檢察官 這必須要經過法律程序 你要無行為能力 還有這個裡面發生一個非常疊對疊的事情 我所瞭解的是 王郭惟蘭前陣子 他住在長庚養生村 忽然有一天來一個陌生的醫生 長庚的醫生 心理科的 就直接跟他做自立測驗 那不是他的醫 不是他本身的自己的醫師 是忽然有個醫師跑進來 給他做心理智商測驗 然後這個就是所謂 病例 這就是病例 怎麼可以這樣 找一個非相關醫生 而且不是你 你這個已經提升到 八點檔的劇情 我跟你講這就點對點 然後後來王國惟蘭 怎麼會沒有行為能力 他後來就講 這個醫生不是我的隱形 你說王國惟蘭是無行為能力嗎 他有講話了 不是他已經有一些處理的方式 已經告知說這個不是他的意思 這個我還是來解釋一下 無行為能力其實在法律規定很清楚 未滿七歲無行為能力 這是一個最簡單 另外一個 就是受禁制裁宣告 在11月23號以後 新的法律規定叫做受監護宣告 就不是禁制裁 以前的名字叫禁制裁 只有這兩種情形是無行為能力人 還有一種特殊的情形是個案 在個案的時候 你違法律行為的時候 如果你是無意識或者是精神錯亂的情況之下 所謂的是無行為能力 只有這三種情形 前面兩個是歷事的規定 後面是具體的個案的規定 因此現在涉及到剛才所講的 應該是說王國惟蘭所取得的授權書 到底王月蘭在授權的時候 是不是有意識能力之下所簽的 是不是有行為能力之下所簽的 現在如果從三方這邊的角度來講 是要否認說那個應該簽 當時便沒有那個自由的遺事 那是2005年 對2005年 那這個地方完全是要看舉證 因為很簡單 目前王月蘭並沒有被宣告受監護 也沒有宣告禁制裁 對 所以他現在不是無行為能力人 但是他在為那個行為的時候 不要去判斷 這個是在爸爸過世前三四年的時候就簽好 對 而且有兩位律師做見證 所以這個可能要推翻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我想問一下佩芬姐 就是說王永慶跟王國惟蘭已經分開這麼久 後來也都跟三娘在一起 為什麼當初沒有考慮離婚 你知道我曾經思考過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前世有講過 我剛回國的時候還去被他interview 因為那些國民黨大佬要把我介紹到台說去上班 那他用英文 你變成弟子娘齁 差點 聽到外交 那時候真的他用英文跟我面試的 裴方老師台語不輪轉很難溝通 好 然後他用英文跟我對談 誰跟你用英文 王永慶 用英文跟我對談 會講英文 他講英文 所以我就非常訝異 因為那時候剛回來 我那時候英文是真的很好 他真的敢用英文跟我對談 那我就用英文跟他對答 為什麼他後面有那麼那麼多的 這個幾房幾房幾房 可是袁佩一直在那邊 我覺得他到後來 包括他的學英文 他要做一個社會道德文化 有素養有道德的一個楷模 所以他後來來往 這表修什麼要拍呢 對 他到後來你看他做慈善事業 常跟醫院辦學校 然後他來往的都是教授級的 都是博士留美的 比如說天下雜誌辦的時候 英勇朋友的學姐得到他的資助 那個時候最早的時候 辦公室好像在台索 高希君 所有的學者專家 他都跟他們來往辦報紙 後來當初也想進聯合報 後來被撤出來 後來獎金過逼他退出 他後來也資助台灣日報吧 三十幾一二十幾 所以他要做一個社會上 一個楷模 所以他對他的婚姻行為 都保持一個良好 三娘雖然跟著他 大家都知道 三娘就是他的三娘 可是他也就沒有在其他的 那種婚姻的問題 所以當王文揚跟女安妮事情 鬧出來以後他非常憤怒 那王文揚不服氣了 所以你自己就這樣啊 你還罵我 可是王文揚也就因為這樣 所以跟王友慶三年 所以王文揚一直到後來 一直沒有去改變那個婚姻註冊的原因 我覺得他不願意家仇鬧出來 包括他的主婦家仆 對 沒有三房也沒有那些人 我覺得他 他這樣不是很虛偽嗎 你明明就在做那個事情 然後又要標榜自己是 對 所以你看他的時候 就是說會很矛盾 他真的是做一個 可是你看他要求很多東西 是一個非常傳統保守的人 其實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當然有些證據提出來說 他主婦不能做一個證據 什麼證據 可是46年結婚 56年2月 是王友慶親自去擬那個主婦 時隔10年了 竟然沒有三房的這個人跟子女 我最覺得很奇怪 會不會是老夫人那個時候還在 不準 沒錯 應該就是王瞻漾 主婦 有可能對不對 對 問神你也這樣覺得 王瞻漾 因為三娘一直在捧她 這一張是王友慶媽媽生的時候 你看三娘就站在旁邊 那其實也不是 不只是三娘對老太太 這個是王羊的媽媽 楊嬌 我覺得大娘這個大房 這個我們看到的就是王文陽陪她 她是16歲就嫁給王友慶 王友慶那時候18 她現在已經90高齡了 那照當時的資料顯示 是這個王月蘭比較有錢 家裡比較有錢 因為她爸爸找事 然後有哥哥 就做主 把她嫁給了王永慶 然後聽說他們這個娘家這邊 還有十多家地 反而是王永慶她在家裡開米店 那個店面都是租的 所以變成是娘家支柱 所以那個 嫁長的時候 上面形容當時的情形 說這個王也蘭嫁過去的時候 她這個很考究 這個結婚的嫁妆都是用木工訂做 然後進門的那一天 以前那個嫁妆一流車 那很多大概她的那個 娘家的親戚就 紅包就貼在正面 甚至於背面全部貼滿了 所以進門第二天 她這個王永慶媽媽 就是王詹漾就把這些紅包撕下來 把裡面錢抽出來 就讓王永慶做生意 越做越大 第一桶金是嫁妝啊 對 所以她十六歲到現在九十歲了 那你說有沒有行為能力 我覺得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很容易 但是台灣這些老輩 我覺得王家不是第一個例子 就是說身後事 搞得這麼樣廢話也疼疼 比如說台南幫 侯宇利 他們也很廢 侯宇利也是啊 好到現在很多都還沒有完全了解 對 台南幫啊 台南幫這話罪也很長的啊 另外一個就是中泰賓館 也是很多房的關係嗎 對 沒錯 七卻成群 中泰賓館那個也是六七七房 中泰賓館的林國廠 林國廠這個是從泰國過來 所以她蓋了一個中泰賓館 這個家務是鬧到說 棺材停關在中泰賓館後面那個 游泳池旁邊啊 蓋了一個行館 停關在那個地方 我記得海濟會 招待大陸記者團來的時候 那個中泰賓館會啊 就在那邊辦 我就叫那些大陸的記者說 你看台灣的這些富豪死掉 你看到現在沒有入土 死了多少年 但是最近已經移到這個內湖啊 好像也大概有兩百多坪 已經下葬了 所以你看從侯宇利到林國廠 台灣這些大富豪的深厚事啊 你如果沒有寫好遺書啊 對 這個現在為什麼事情鬧這麼多 就是因為王永慶沒有遺書